大家好,这里是利福摩尔打板啊 之前几期给大家分享的一些小干货啊 我们今天来一点比较硬核的打板啊 打反暴板啊 我今天自己打这个陕西黑猫啊 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这边逻辑啊 希望你们学后以后 以后遇到这样的明星标的 也敢去打这样的反暴板 至于今天为什么打反暴板啊 我的逻辑有四个 你们可以学习一下 第一个是它的质地啊 属于股票的质地啊 这个股票的质地是非常不错的啊 可以说是一个小机构票啊 为什么这么说啊 我们F10啊 看一下它的那个 业绩是吧 首先你看它的业绩啊 业绩这一块大概是8到9倍嘛 8到9倍啊 就是业绩非常棒啊 其次我们的可以看一下它的农户榜嘛 因为它业绩很棒 所以它农户榜啊 上榜的几天都是有机构在买啊 这里有机构在买 对吧 这这这一天有机构 我们再看 这一天也有机构对吧 我们再看这一天也是机构机构 所以说它的质地方面是一个小机构票啊 其次 我们再来看一下什么 它的我们再看股票的属性啊 它的属性是什么 低价 对吧 低价小盘啊 盘子只有100多亿啊 不大 就符合近期的一些腰股的一个属性嘛 就是腰股的一个主流嘛 那个比如我们移兵职业 你看它也是从从什么 从从几块 十几块 十块左右 爸爸爸爸爸爸上来盘子也很小 他做到10年版 运能控股 运能控股 启动的时候也是几块钱 到这里啊 十一天十把啊 相当暴力啊 所以说它的属性是低价 低价小盘啊 炒作起来很疯狂 就是说它之前是一个主流的一个炒作方向 第三个方向就是说什么呢 呃 就是说这种票啊 他反报了以后 对市场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个情绪面的引导啊 呃 上周上周 周四周五 其实情绪很差的情绪到达到冰点了 就是年卖效率非常差 这个时候其实会有资金去想做一只票 来带动这个情绪的示范效应 如果你想如果如果陕西黑猫对吧 陕西黑猫只要一提的话 一反报成功打板 他就是像一个因市场的英雄一样 他有非常强的一个示范效应 就会让市场带动市场的跟随 所以说他是有一个 他是具备带动市场示范效应的一个股票 然后我们再来讲第四点啊 第四点就是说他的为什么可以打 这是一个非常比较关键的一个技术点 就是他他是高开爆量的啊 他没有顶一字啊 就像这种反报板一定要是高开 一定要爆量啊 我们怎么看爆量啊 这里有个金架在上面啊 这里有个金架 我们点开啊 点开我们看这个涨幅的时候啊 我们找到陕西黑猫这里对吧 他这里看这个地方 他集合金架就爆了4700多万能量 这4700多万能量 他就会把一些就是说 在上周五打扮这个地方吃面的人 他一下解套了赚钱 他把这些他可能就出掉 就把这些不坚定的一些杂盘筹码 通过竞价的方式 竞价爆量的方式就把它们洗掉 然后他们在在后面反报就缩量秒板 缩量秒板的时候就会他的杂盘资金变得很小 他的 怎么叫他的抛压抛压就很小 风的就很稳 所以说啊 所以说以后啊 以后大家遇到怎样反报板 反报板是可以打的 一啊就从四个方面看就好了 一股票的质地也好 就是说机构票最好 业绩票业绩票也很好 第二属性属性一定要是主流 比如我们今天的这个陕西黑猫是吧 他是低价小盘 我之前的宜兵职业运动控股是非常像的 对吧 第三我们来看他对市场的 他的反报以后啊 反报成功都有市场没示范作用啊 你看今天其实其实在场的资金 只要看到这个陕西黑猫反报成功 就会觉得今天的行情绝对不会差啊 很多人都想到普通散户也会想到大资金也 会想到 所以市场的做多资金会积极的去做一个 这样有示范 示范作用的股票出来 第四个就一定要看集合金价一定要爆料 一定要爆料 一字不能打 一字打了就可能会像之前的一个金空电力在 低填版以后啊 就会像这个低填版以后 它是一字开盘后面炸版 炸版炸版炸的心了 最后又成为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历史高点啊 所以说 所以说这几点啊 以后大家看 就是说那个股票能不能打翻 我本来就要看一次点啊 希望大家记下来 好了今天的硬核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欢迎大家转发留言点赞 我会带来更多硬核的内容给大家再见